今個星期日晚就是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今個星期很想做幾條片 講幾位有份入圍各族的演員 看看他們個人故事跟大家做分享 而今日第一條片要先跟大家講的是 最佳新演員位置入圍了兩個題名 自己打自己 Edan 雷正安 我叫艾力 事緣今天要做這條片 我想要講回上星期 做《死屍死事》這部電影的 謝票和演員和導演一起去不同的戲院見觀眾 和大家的支持 而我那組就是跟Edan 雷正安一齊 你知道很多他的粉絲和爵士們 不僅僅在戲院裡面 甚至乎可能買不到票 在戲院的外圍都已經是 恭迎著雷正爺的光臨 所以那晚見到群情非常洶湧 而事後在IG story 或者 post 裡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爵士留言給我 可不可以有機會做一條片去講一下關於Edan 因為其實我平時都做很多不同的影片 去講一些不同的歌 戲 甚至是歌手 因為其實在過去這次跟Edan的相處短短的時間裡面 我都真的覺得 紅是有原因的 所以今天就想做一條片去講一下 這位萬人迷Edan 如果你說一切要開始講起 當然要由造星開始講起 我想很多觀眾也認識他 都是由造星開始 然後進入了MIRROR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關口 我很尊敬Edan 就是當時花姐跟他說 入不入團?入! 你不是做膽的 你進來搭的,行不行? 其實這句說話說真的 有點難聽的 但是亦都很直接 花姐個人就是這樣 直接跟你說真一句 受得住的就離 受不住的,拜 既然你一開始就已經預料到知道 可能論帥仔你不是最帥仔 論歌藝你不是唱得最好 跳舞你不是跳得最好 那就唯有玩來鬥長命了 過去在我們娛樂圈演藝的歷史當中 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未必是說那個範疇裡面是最精那個 但是你夠全面呢? 反而這種才是我們現在演藝圈很需要的人才 經過了一段時間 他終於擁有到自己第一首solo的作品 就是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這首歌我想對Edan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因為真真正正被人看到他 看到他的音樂才華 這首歌都可以說是非常好的package 有歪文填詞 歌的中間也有solo部分 和詩展都會在琴技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首歌 已經能夠show到你的talent 被觀眾這麼深刻印象 而大受歡迎 MV至今 我現在在後面播放 我們已經看過了2000萬view 非常之厲害的一個成績 然後一路走來 你要看到他有不同的機會 例如大叔的愛 亦都是在演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 我想有了這一部 所以才是令到Edan的喜感 是在很多人眼裡 原來這個MIRROR的成員 他不只是會搓樣 他不只是懂得有型 他原來是可以這麼搞笑的 從來都是這樣的 你要英俊 你要有型 整個圈一街都是 但是你要能夠搞笑 有娛樂性 給觀眾 我覺得 哎呀你幾分 你幾親切 這個人我想和他做朋友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想大叔的愛 對Edan的演戲來講 只是一個很初階的一個開端 然後然後 也會數到電影的世界 香港史上第一部 在暑假上映的賀瑞電影 就是《合家勒》 戲裡面 他能夠和鄭忠基 飾演父子 你說香港的喜劇能手 吳君如當然是女性的 表表者 而男的 還不是鄭忠基 所以最強的喜劇演員 都放在一起 這個都是一個得天獨口的機會 所以其實也對Edan的演戲事業來講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開始 慢慢地你會看到Edan 他的事業的版圖 已經開始慢慢承認了 歌曲方面有很好的成績 深受樂迷歡迎 在MIRROR裡面 越來越被看中 大家在上緣裡面 看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越來越多爵士 而電影方面 也都找到他一個自己的位置 就是我是一個帥仔 帥仔得力 有觀眾緣 有觀眾緣得力 我能夠逗到觀眾開心 要集齊到這些不同的元素 不容易 再加上在電視那邊 他又能夠做綜藝 教戰 亦都是讓觀眾看到 原來他真的可以玩得這麼瘋 這麼瘋的一個人 原來你算一下 在這幾年出了很多 我們樂壇的新一代 或者演藝圈的新一代 而要能夠電視、歌曲、電影 都能夠有自己的代表作 能夠有好的成績 讓觀眾認同到 原來數一手指 五個?三個?有沒有? 而Edan就是其中一個 未來Edan的發展 可以有多遠 有多少不同的新作品 戲路上可以有多廣 不知道 未來我相信 也會只有更多的片藥 更多的導演想和他合作 能夠演到喜劇也好 正劇也好 而且有叫助力 這個對於電影公司老闆來說 很重要 有齊這麼多的條件 怎會沒有人找呢? 所以我想 未來Edan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片藥 劇本等著他 希望可以看到他在影藝事業上 有更多光芒四射的角色 光芒四射的代表作出來 同一時間 到這裏我又分享多一點 那次是和Edan一起跑 有借票一點點的感受 事前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MIRROR 就是天花版的藍團 裡面的成員 應該的氣場會很厲害 氣焰會很厲害 但當我正式去接觸Edan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零架子 如果你說是零偶包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零架子的人 他不會覺得 外面有這麼多粉絲 這麼多觀眾 全部都為我而來 每個人都在等著我的時候 我是最大牌的人 他又沒有這個氣場出來 不要說態度 態度可能很多人可以假裝出來 但整個氣場 他根本就不是那樣 他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好與眾不同的人 他就是團隊裡面的一個成員 對所有事情是很配合 對很多不同的指示 又或者可能要跟他打招呼 接下來那場要做些什麼 全部是很願意去聽你說 很有禮貌的一個人 嘩 還得了 你有這麼多的才華 有這麼好的觀眾緣 有這麼多人支持的同事 你還有這麼好的態度 所以為什麼有 如果有人問他 可以製作影片 講Edan 好啊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都很值得大家 為Edan再加分 你的人類工作態度好 對你好的人 就會自然吸收你 多了人對你好 你擁有的機會 就會自然越來越多 所以我深信 在往後的日子 Edan 不管是歌影 甚至是電視台出身 都會有好好的發展 最後說到接下來的金像獎 你說兩個提名 會不會真的分薄了Edan的票數呢 好難說 因為每年評審投票的取向 都是有時候會幾意料不到的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的票 我是投給Edan的 因為我自己都很希望 這一票 除了在角色上演繹得好 給個分數去加給他之外 亦都很希望這個獎項 可以對演員往後 在這個圈的工作發展 有一個重要的幫助 所以都希望Edan可以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雖然其實對手一點都不弱 甚至乎可能很多人會說 八日青春 亦都是一個很頂頭的大熱 Edan自己有兩部不同的作品出現 甚至乎還有另一位鏡仔 Jer 亦都是一齊有分的角色 很多不同的話題性 令這個獎 亦都成為今年金像獎 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究竟蔡果真是花樂瑞家 獎落在哪個手上 Edan自己就說 隨緣吧 反正我覺得有獎沒有獎 他的星圖都會繼續順利 有的 亦都是一個好好的感想天花 今天這條片先講到這裏 接下來我還會再做幾條相 有幾個演員 我特別想highlight說一說 希望你都會同樣支持 喜歡這條片的下面給個like 留個言 講一下你對Edan的感受又是如何 我們下條片再見 喜歡這個頻道記得訂閱 靠你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